大家好,我是军师,系统讲解实战干货,带大家一起收割的军师 在上一节课程,我给大家讲了日内卖点的两个技巧 第一个就是量价背离法,第二个是递进式卖出法 在今天盘中的操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运用得到 而我自己也是运用这种方法,把昨天买的那个陕西的什么黑猫除掉了 就是在这一点除掉的 逻辑很简单,第一次冲高的时候呢,量能还是OK的 那么当第二个阶段高点的时候呢,是没有成交量的 于是呢,我在这个位置呢,就卖出了 好,那么闲话少说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日内卖点技巧的第三个技巧 就是这个股价破均线卖出啊 均线呢,它是短线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对吧 它代表着多空博弈的一个临界点啊 那么如果主力想要运作一只股票呢,它绝对不会轻易让股价跌破均价线的 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案例啊 比如说这一只啊,股价一直都在均价线上方啊 说明该股的主力资金是很强势的啊 再比如这一只啊,冲高之后回落震荡啊 但是呢,股价呢,也一直在均价线上方啊 所以无论是你在这一点出,还是在尾盘出,差别都是不大的啊 只是两三个点的差距啊 再比如说这一只啊 冲高之后虽然回落,但是没有跌破均价线 没关系,我们不用着急 果然到后面又出现了第二个高点 甚至是拿到了尾盘也没关系啊 那么反之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如果个股冲高了一波之后啊 它长期的股价都在均价线下方 那么这个股票呢 大概率就被主力所遗弃了啊 我们还是看图说话啊 比如说这种开盘之后冲高 之后迅速跌破均价线 再之后一路都没有上过均价线 对吧 那么收盘的走势大家看到啊 那么这个跌破均价线的位置啊 也就是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卖点 最多你也只能拿到这一点啊 因为它丝毫没有上穿均价线的意思啊 再比如这种 开盘不断的穿越均价线之后 在均价线之上 然后迅速回落到均价线以下啊 之后的一个走势 全天都没有再踩上过均价线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第一卖出价位 最多也只能拿到这一点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卖出价位 这些案例呢 就说明这个股票啊 很可能已经被主力所遗弃了 好 那么聊到主力呢 这里顺便分享几个小套路给大家啊 就是如果说小幅跌破均价线 但是却没有继续下杀 它反而是立马收回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这个股票大概率是有主力在维护股价呀 对吧 那么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多观察 很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还是结合一些案例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种啊 开盘虽然在均价线之下 但是之后迅速上穿均价线 之后呢 股价全天都是在均价线上方运行 是吧 那么尾盘呢 直接涨停 对吧 说明这个股票里面有主力在运作啊 再比如这种开盘一直在均价线之上啊 甚至多次踩踏均价线都没有跌破啊 之后拉升再次接近均价线 移到均价线的位置立即拉升啊 这种很明显啊 就是有主力资金在运作 对吧 尾盘也是一个涨停 对吧 再来看这种啊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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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到均价线 只要跌破均价线 就立马反弹往上拉 那尾盘的走势 大家也看得到啊 对吧 这些迹象都说明 这些个股啊 内部都有主力资金在运作啊 好 我们总结一下第三种方法 说白了呢 就是股价长期处在均价线下方 就一个字啊 卖 那么第四种日内高点卖出的方法呢 就是股价反抽 无力卖出法啊 它其实就是属于第三个卖法的一个衍生品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股价下跌后啊 一直在均价线下方运行 盘中多头呢 不断的尝试反抽越过均价线 如果能站稳均价线上方 那说明这些多头力量啊 还是有点实力的 如果说翻上去之后 又很快的翻下来 那就说明这些多头的力量呢 是力不从心的啊 好 我们还是结合案例来说啊 比如说这种 开盘下刹 反抽到均价线的位置呢 又直接往下跌 虽然说站下均价线 但是很快又跌了下来 之后全天的一个走势 大家都看到啊 那么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卖点 最多呢 我们也只能拿到这个点啊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卖点啊 再比如说这种啊 跌破均价线 拉上来之后呢 又很快的跌破了均价线啊 之后就再也没站上均价线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卖点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卖点啊 再比如说这种啊 几次上冲都没有站上均价线 这里刺破了一下之后呢 又跌到均价线下方 这里又没有站上均价线 那么说明这个点位 就是我们的第一卖点 这个点位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卖点啊 好 第四种方法呢 我们也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那就是反仇不过均价线 就一个字啊 也是卖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这些啊 都是把握分时卖点的一些 基本技巧 准确率虽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它很简单 同时呢 实用性还很强 对吧 那么大家先学会这些之后呢 我再来教大家一些 结合筹码啊 指标啊 等条件判断日内卖点的 一个方法 好 还是老规矩啊 录视频不易 看完的朋友呢 务必点个赞 你们的点赞啊 是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那没有关注的朋友呢 抓紧关注 我的系列干货视频 绝对可以带你摆脱 被收割的命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